海南省首届讲好热农故事演讲比赛 今天上午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举行 来自全省各地科研院所的30支代表队 围绕解决卡脖子技术和重大科研需求 热带农业国际交流合作 科技助力脱贫攻坚 热区人才和队伍建设四大主题 讲述电动胶刀研制 冰廊黄化并防治等重要科研项目公关过程等 生动展现科技助力海南脱贫攻坚工作的动人故事 希望能够通过举办首届的热农故事 能够把中国热带农业的科技的故事 尤其是海南省热带高效特色农业建设的成效 给它传播上来 也有并与咱们服务好海南自贸港的建设 和全球热带农业中心的建设